AudioJungle 美国政府的财年是从10月1日到9月30日预算申请,声称着眼于大国竞争的长期考量,大据增加军费,谋求全面扩军,把反倒系统和核武库建设放在突出位置。 特朗普政府当天向国会提交了总额4.4万亿美元的2019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,五角大楼预算申请为其中一部分,所申请额度包括6,170亿美元,国防基础预算和690亿美元,用于阿富汗战争及打击伊斯兰国等军事行动的不封顶战争基金,总计比上一财年高出740亿美元。 反倒方面,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请99亿美元预算额度,比上一财年增加21亿美元,美国国防部不仅要求赤字强化整个反倒系统,还要求将战略导弹结基机从44架增加到64架,新增20架预期,将部署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葛瑞利堡。 不过,导弹防御局高级官员加利潘内特,当天在五角大楼向媒体表示,2019财年,没有在美国西岸部署萨德反倒系统的计划。 和五方面,五角大楼另外为能源部等联邦政府非国防部门,申请了300亿美元预算额度,是2019财年国防预算申请额度,达到国会预算案规定的71、60亿美元。 这300亿美元当中,约半数资金150.9亿美元,计划用于能源部下设美国国家核安全局,比上一财年增加近12亿美元。 美国能源部表示,需要这笔开支,以更新和恢复美国的核武库,美国国防部,2019财年预算申请中的优先事项还包括,各军中共增加兵源,2.59万人。 更新第二支陆军装甲作战旅装备,新造十艘海军战舰,其中包括三艘DDG-51级驱逐舰,订购77架F-35战机和24架F-18战机,采购更多炸弹和导弹。 在未来五年内将美国空军战队从55个增加到58个等,从预算申请内容看,美军在亚洲和欧洲增加军事存在,和提高军备水平的意图明显。 其中包括,在亚洲,威潜艇配备先进武器系统,增购三架P-8A侦察机,加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部署等。 在欧洲,把乌克兰危机后创立,旨在遏制俄罗斯的欧洲威慑倡议,基金总额从2017财年的34亿美元增加到48亿美元,以举行更多军演,加强前沿部署,升级武器装备等。 另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,美国陆军2019财年预算计划较上一年度增长约8%,着重解决执行新国防战略缩地需弥补的能力差距。 计划三年内,每年增加4000兵远,使美国陆军到2021年最终达到49.55万人。 此外,增加防空、远程火力、电子战、网络投入、增加新建安全部队援助旅账户资金,以提高陆军备战能力。 此外,报道还说,美国陆军正在建立新的未来司令部,有六大现代化重点。 但2019财年没有列出相关项目支出,预计未来垂直升降军用直升机计划,至少未来十年内不会有投产计划。 美国陆军还在2017年底重新调整了科技预算,未来五年防务计划中,将有10亿到20亿美元用于重点研发的长期项目。 同样在12日,美国五角大楼宣称,2019财年预算申请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两份报告为准绳。 旨在应对战备形势变化和提升现有作战能力,扭转与中俄相关的美国军事优势遭侵蚀状况。 分析人士则指出,美国相关报告,充斥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,渲染大国战略竞争,令世界为之担忧。 当天,美国151名退役三星和四星将军,联合致信国会领导人,对特朗普政府在寻求大幅增加军费开支。 同时,大幅削减国务院和国际援助资金表示忧虑,信中说,今日是种种危机,没有单独的军事解决方案。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特朗普政府预算报告,需要获得美国国会批准,但掌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罕见,会照张通过政府所做预算。 事实上,在此之前,美国国会已于2月9日,通过为期两年的财政预算,当天即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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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